今天国庆假节包括在早上的庆祝大会 还有在晚间进行的晚会以及烟火表演 分别在北中南彰化以及在高雄县展开 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今天也是三天连续假期的最后一天 这个捷径的进行加上最后一天的假期 高速公路的交通状况特别值得注意 今天一连关闭了三个北上闸道 提醒您行车当心 随着时间越来越接近傍晚 高速公路上的车流也越来越多 从高工局的监视录影画面看起来 车速都在60到40之间 首先发难的是中山高桃园阳梅之间 还有二高香山北上竹林路段 车流量大影响到车速 紧接着大约在五六点开始 包括了西螺以及这一次释放烟火的交通点 台南到南子路段也车多拥挤 预估今天这个售假日呢 我们预估这个车流量也是会比一般的 这个礼拜天大概会增加的一成五左右 而如果您是现在才要上路 先提醒您国道一号的台南 以及中立二高的大溪 一整天杂口都封闭 您可以使用西滨快速道路 以及台一台三线 至于铁路交通会有部分车次 有十分钟左右的雾点 不过加开的班次都很顺畅 不过在天气上却又转变 今年第20号的台风骑落机 已经在台湾的东部海面形成了 不过距离很远 外来三天是观察期 好在11号已经东北季风减落了 因此北部地方是看得到阳光的稳定天气形态 台湿新闻 十一节吴嘉宁台北报道